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再带大家掌握的就是台风资讯了 目前在太平洋的地区有两个台风 目前是双龙共骨 虽然都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但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您要注意了 从下角的台风摩减 它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逐渐影响到的是广东 海南岛 雷州半岛 广西以及越南一带 所以回到当地的观众朋友 就要当心相关的动态以及航班的资讯 至于右上角的轻度台风利品则是往东北方向来移动 预计一道西风带就会减入了 所以影响也不会太大 但如果从卫星图上来看也非常清楚 目前在南海和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 这一整片有满满的水汽 加上盛行风吹偏南到东南风 所以今天在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一整天 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的阵雨 而澎湖和金门也会有降雨的机会 而这五过后受到了热力作用的影响 各地都会下另一阵雨要特别小心了 而这几天的降雨趋势以及热气 也带您一起掌握 在今天比起昨天来说 降雨的范围又更大了一点点 您看到整个色块有绿有黄非常的明显 所以在整个的中南部地区 以及北部的山区降雨最为明显 大部分的地区也都要注意的是 午后的局部大雨 而明天低压代就会接近咯 各地几乎一样都会有雨 出门要记得带上雨伞 而礼拜一之后受到了低压代的影响 北部地区要特别的留意 比较强的震雨 而最主要的雨势呢 就主要会集中在中南部的地区 要特别的当心 而转过完雨势赶快再来看看温度 今天的高温资讯 新北市亮起了橙色灯号 表示可能会连续出现三十六度的高温 而台北市则是黄色灯号 高温也可能来到三十六度 而且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 还可能高达四十一度 另外要注意的是 白天没有下雨的时候 天气还是会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最后小定琳特别提醒您 天气高温闷热 记得擦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 而午后的大雷雨 南部沿海以及离岛地区 要小心会有长浪发生 以及目前双台高五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它有任何的对清资讯 我们也会随时带您掌握 您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